上个月南韩半导体出口 刷下21个月以来的最高值 总统尹熙月 签示宣告请国家之力 加入全球半导体竞争 尹熙月政府将对南韩半导体产业 提供大力支持 力拼成为继美国和中国大陆之后 全球第三大AI强国 南韩政府砸重金服饰半导体产业 目标2030年 让南韩在全球半导体市占率超过10% 也将成立直属南韩总统府的 国家AI委员会 由总统尹熙月亲自监督促进 AI领域的官民合作 在此之前南韩政府就已经宣告 今年将投入超过7000亿韩元 推进AI日常化 让国民切身感受到人工智慧的便利 AI로 소화질환과 중증질환을 치료하고 복지 사각지대 가구 지원 등에도 那韩科技业龙头 都把AI安排在第一位 与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快脚步 南韩电信公司也积极布局AI业务 SK电信提出AI金字塔战略 聚焦AI基础设施 AI转换 AI服务三大领域 在去年底进行内部改组 KT电信则是在通信业务基础上发展AI 影席月发下豪雨 未来30年 南韩将用AI晶片 写下新的半导体神话 官方民间携手打造AI强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